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宋慈来自孟教乐国 我在南中西华西大留学 今天又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一起来南中过喇叭街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暖心的喇叭粥 最后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我邀请一位老师 来给我介绍一下喇叭粥的理事 你好 张老师 你好 宋慈同学 欢迎你到我们南中来过喇叭街 谢谢 这个喇叭街是我们中国古代春节的一个重要内容 有一句谚语叫过了喇叭90年 上古的时候在拿月天子要祭八神 要祭神龙 后祭 猫 竹 城华 等 所以后来传承了这个喇叭街 那么我们当中每年拿月出八这一天 都有一个盛大的喇叭街 吃喇叭粥是我们传统的名食 喇叭粥它主要有八种食材构成 糯米 白米 红豆 豌豆 豆腐 胡萝卜 白萝卜 猪肉 这个喇叭粥它的食材的结构是很科学 很讲究的 在我们中国拿月的时候是非常寒冷的 喇叭街这一段时间就是二十时迭气的大寒 是最寒冷的时候 人们容易感冒 所以它就用这些支付原品 谢谢老师 我已经了解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中国农历最后一个月 为什么叫拉月呢 在我们汉子里面这个拉一般的就是 短红手链那个链 因为拉月是最寒冷的月份 人们就必须要打链 同时拉月也就是一个祭祀天地生命的月份 所以古代有的传统是拉月祭白神 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我也想学一下怎么做喇叭粥啊 好 你一会在后处里有师傅教你 好的 谢谢啊 你好老师 我刚刚在外面跟另外一个老师 学习了这个粥的理事 那你现在能不能教一下怎么做啊 好的 可以 那我带你操作一句 好好好 老师 稀采的先后有什么建筑呢 有讲究的 我们一般的先放拉肉 再放鱼 然后一会再放其他的食材 期待做好的粥 没问题 就做好了 现在给大家尝一尝 大家尝一尝我们当中这个喇叭粥 看它的味道怎样 味道很不错 宋慈 你尝了一下 你看这个味道怎样 很好吃 是不是 刚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个喇叭粥 它是由十类种食材做成的 这个红萝卜和大枣 它表示一种吉祥 过年就是将吉利 大吉大利 同时这种食材 它寓意做来年丰收 实际上这个喇叭粥 它有轻丰收的意味在那边 第一个 首先我愿意认为你认为这里 我愿意认为 在这一年轻水平 的节目 这些食物 很美味 我喜欢 很多肥肉 很柔和 我愿意在这里 我希望你们在中国都很高兴 谢谢你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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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一起说 拉巴节快乐 拉巴节快乐 今天是拉巴节 我在现场看到了很多本地游客 还有很多外国人 作为一个本地人很开心 希望他们以后能常来浪中 感受浓浓的年味 我从重庆过来 然后专门来浪中玩了 这个节日的氛围还是很浓郁的 还有社区一起喝拉巴粥 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五户丝嗨的人 齐聚浪中矿度拉巴街 真的非常恶恼 稀奇 今天很高兴 能向郑老师学习了很多 关于喇叭的知识 并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 恭喜拉巴街 味道很不错 拉巴粥不禁暖身更暖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